现在资金的问题有了解决的途径 这是否意味着物业和业主之间的矛盾就此可以化解了 业主张女士说 物业公司存在的问题有一些其实和钱没有关系 最关键的还是物业公司的管理出了问题 业主没有交那个物业费 他就直接把你的水管给减了 他们有这种权利吗 我就想问一下各位专家 这个我们先让严经理说一下 有这个情况吗 这个情况在我这里没有 陈大姐也被捡过 我也被捡过 还有很多人都被捡过 自来水呢我们是代收代缴了 中间是赚的钱的 我 那个 你到底是什么时候接收这个哟 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把问题跟你说清楚就完事了吗 我跟您说 自来水我是代收代缴了 业主说我们挣了钱 我们没在意吗 现在自来水公司已经涨价涨到 每户要交到三块 那个黄先生你去坐下工作 解决问题就像解决问题 你先接那个叫陈姐过来 叫陈姐过来 你们来解决问题 请按我们的调节程序走 我们有二次加压费 对吧 我肯定加进去了 有委层费 我也要加进去了 那都是自来水公司收的呀 有明文规定的 都是在这里的 我们物业公司赚什么钱 自来水我们一分钱都没赚 现在B洞这边 自来水撬了我们五万块钱 自来水啊 是什么概念 他们用水我们交钱 收不上来 他们聚焦的理由是什么 没有理由 有什么理由啊 没有任何理由 有的居然更可笑的说 水的质量不好 水质不好 愿我吗 跟我有关系吗 我交水费从来都是很及时的 那没有交物业费 为什么减掉我的水 我就想请问一下 这个之前呢 可能是 我不知道谁在的时候 减掉你的水 那个时候你没在这里做经理 那个时候不是你做经理 好 我在的时候是没减掉你的水 好 那我们让专家解释一下 我来解释一下 从这个用水用电法的角度来讲 物业公司是没有权利 减断水或者减断电的 但是 它是二次供水 它是从这次公司买钱 买水来 再供给你的 那么你就应该及时交 如果你不交 你就变成了 及时交了 它是因为没有收到物业费停水 物业费也是你应该交的义务 你如果是因为以这个服务不好 来不交物业费 那是 没有道理的 所有的法律 我说这个法官在这里 所有的打官司 如果是你以物业服务不到位为理由 来打官司 不是服务不到位 是很多事得不到解决 去找他们 不管是你每件事没有解决 作为他来伸张 他是合同是合法的 业主的主张 可以另行申诉 比如讲他哪样 我们没说好 你可以起诉他 我问一下你们听明白这个概念了吗 就说你不能说 我觉得他不好 所以我就不交 在这一点上 法律上是不认同你这个行为的 如果你认为他不好 你可以这边把物业费交了 另外一边我们起诉物业公司 那如果大家都这么小的事都去法院起诉 那法院天天要排队 哎呀 我不讲了 现在前期是沟通 沟通不了就调解 现在这就是调解 刚才我都说了 那你们业委会 物业公司里面有授求的业主 为什么不坐下来好好的谈 没有渠道 目前是没有渠道 他们不理我们 你们要把支出和这一块要公开 刚才大家有一个质疑的点 很重要 就是我们交的物业费干嘛了 对吧 你们是对这一块有不满是吗 对没有公开公司嘛 对于物业费的使用 你们有疑问吗 这个他们从来不公司的 我们肯定有疑问 没有公司过吗 没有 眼睛的公司 其实我们也早就跟物业讲的 公司出来 你为什么这个钱 你不可能从家的贷钱 到这里来做事啊 现在是业主 去年到去年为止一百多万吧 签的一百多万 我们的委会都讲了 你这个物业是 你这个物业没办法在这里申请下去了 我们就是讲个走症状程序 就是要让更好的物业 把我们小区管理好 但是他现在是欠他这么多钱 他也不想走 为什么这份合同是 今年19年1月份签的呢 这是一份协议 给他半年的时间 让他小区里呢 就是讲个能够完善 把这个小区搞好 所以他也投入了 这部投入进去了 就是要汪洋 汪洋捕牢 哪怕是讲个 必死一阵要在这里搞下去 我们也希望 为什么吧 大家也是想希望呢 最说这个物业不涨价 你任何来个物业 不可能不涨价 但是你即使要在这里做 那就一定要做好 关于这个费用啊 没有公司的问题 我刚刚看了他的合同 合同那是成了了 物业公司成了 而且是2019年1月1号签的合同 半年公司一次 这次物业公司没做到位 那是物业公司考虑 写得非常非常紧 第49条 物业服务应当履行下列之业 定期向业主公布 物业服务费用的收支情况 文件章写得非常紧 是啊 那得6月份才能公司吧 去年呢 去年我就不听了 这个 这个是理 这个情况我来补充两点哈 包括那个文件上 说要公司 它其实是没有区分 包干制或仇禁制的 那么就是我们不管 它包干制仇禁制 你的合同里面规定要公司 那就肯定的公司 但实际上这个公司 对他们你们这种行为 受收入包干制 在包干制的情况下 公布公司对业主毫无意义 当你们约定了 物业管理费的价格之后 那么它双方都任意 在接受这个价格的情况下 它只要你们把钱交了 你们要进度的是 工作是否做到位 而不是他赚钱了 还是亏了 只有酬金制 你不光支 要公司 你作为业主委然会 还来请第三方机构 来来那个审计 你的开支合不合你 所以你们要明白 这两个仇金之后 包括这两个概念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 物业公司是必须要 定期公司收支情况的 但物业专家王老师指出 物业公司在东方明珠城的 服务性质属于包干制 也就是说 只要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 达到了合同约定的要求 就没有必要 向业主公事具体的收支情况 王老师说的这点 让小区的业主们 包括不愿公开收支情况的物业 都有些意外 然而在明天的调解中 公开收支情况这件事 又再次被提了出来 12月份到2月份 怎么三个月的 此前一直没有 向业主公开收支情况的 物业公司 为何在物业专家 明确没有必要公开的情况下 还是在调解现场 公布了收支情况 而这一公开 随即遭来了业主的质疑 华论电费是什么意思 你那一男 那个招待费是招待谁呢 哪个公司没有招待费呢 质疑的人当中 还有调解员胡建云 我都亏成这个样子 我怎么活呀 那为什么 现在跳出来 主动 表示有问题的 是业主 而不是你们 所以我就是 这句话在讲 他们无能 就让业主委员会说 我们真的是很无能 物业公司究竟是 无能无力 还是在逃避 面对物业公司的困境 业主们的无奈 调解现场 出现了一个底气十足的声音 我们基于民都 在今年2018年的缴费率 是95% 今天是全清 以前也是欠费 我们也有打官司的 我是那个 基于民都社区的 打资本书记 他们到底用什么办法 解决了同样的难题 他们的经验 又是否可以借鉴和复制呢 调解团队 接下来开始进行 集中会诊 我觉得你们小区的问题 叫四个不到位 在我们这个小区当中的业主 是在为他人的错误买单 我们站在这个基础之上来 我们现在就是说 具体的问题怎么解决 调解团队 最终会给出一套 什么样的方案 来化解主人和管家之间 积压多年的矛盾 物业公司 最终又能否正视自身的部族 去积极地解决问题呢 业主们能拥有一个 他们想要的管家吗 请继续收看明天的 金牌条件